你們是要圍著對方 做一個你覺得對方會喜歡的款式 你要告訴鄭姿 我是不用自己買的 她說自己把我的條紋轉 謝謝 沒有,全部都是我先生 一個人負責燒光的 她是基於保護你還是保護食物 保護食物 因為我走近的食物 全部都會變成這樣 這個狀態最好做甚麼 當然是圍爐、聊天 在這麼好的風景 這麼舒服的海豐陪伴之下 婆媳一起共渡了溫馨的一夜 當中Celia、Conny 以及Eling和Peggy 都是第一次同床一起睡 不知道Peggy會否給予機會 Eling看到她的素顏 早安 早安 你好 早安 那現在奶奶怎樣 奶奶 睡著了,為甚麼你不開窗戶 奶奶,夠不夠光嗎 還不行 早安 你怎麼了 你起床了6時 我跟他對話的第一句是6時 你好,早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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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得習慣嗎 習慣 沒有心願,沒有性 沒錯 我們訪問一下媽夫的感受 很暗得死 然後應該吵著他睡 對,睡到半夜,他在這裡吞 醒了… 但立刻想想要高興甚麼給他 他聊天,大家聊天 看手機,拉出去 奶奶沒有鼻寒 然後又睡得很安靜 然後是一個很好的… 現在賣口關是沒用的 待會用力就可以了 因為大家昨天休息精神後 我們又要繼續比賽了 看節目組 準備好這些食材和工具 就知道又要他們大獻身手了 早安 各位奶奶和新婆婆 很熟悉 很熟悉 大家睡得好嗎 好 好像看見大家都挺精神 那就對了 在這麼漂亮的天氣 這麼藍天白雲的情況下 我們接下來 突然有一個小比賽 準備了給大家 由於早上早上很肚餓 如果不能吃東西,會很餓 稍後會由阿正負責落單 在限時30分鐘之內 每組要完成五份早餐 留意每一份早餐的內容 是要跟阿正的要求完全吻合 就算你煮個全日午餐 也不能加分 A餐是火腿鵪裂加牛油放包 B餐是火腿腸煎雙蛋配茄汁豆 我只吃太陽蛋而已 C餐是公司三文治 配料裡面有火腿、蛋、蕃茄 煙肉和青瓜 D餐是雞蛋煎腸粉 多麻醬、小甜醬加豉油 E餐是牛油果、粟米、蕃茄、青瓜沙拉 大家不是呆了嗎 但後來阿正越說越多 我發現我的腦袋好像無法安裝 糟糕,我叫奶奶記後面那兩個 我記起頭三個 我去到第四、五個 我完全沒有印象 我猜你會比較記得腸粉 腸粉是嗎 對 我會比較記得最後的沙律 先煮了那兩樣 之後其他有用後再算 總之記得有三文治 其實早餐都煮幾樣 準備好的話,我們開始計時 3、2、1,開始 不記得 Conny第一句已經說不記得了 一開始就說不記得 我去鵪鶏 對,火腿、鵪鶏配牛油方包 對,第一個是… 就做鵪鶏 第一個忘記了,不是AB你記嗎 我記了,我記後面那些 忘記了 我奶奶是AB記,CDE就我記 結束後她問AB是甚麼 對,我完全記不住 Celia,你有聽過薑是越老越辣的嗎 我應該先煮甚麼 你打兩隻蛋 發出去,加一點鹽 Peggy是否記得 好,Peggy已經開始說不出話 你們現在打算策略是… 逐樣逐樣煮,對吧 逐個餐煮 現在在做甚麼 火腿、鵪鶏 然後配甚麼 媽媽… 吃包包嗎 吃 你要多牛油和少牛油嗎 少牛油就可以了,這個也很多 是嗎?多牛油比較好吃 媽媽很胖,媽媽 你不胖 媽媽很胖 對,通常媽媽都說女兒不胖 媽媽,你煮想怎樣 火腿硬裂 媽媽,我的火腿硬裂是這樣嗎 是火腿炒蛋 為了全家每朝的幸福著想 作為一家之主 真的要守好早餐這一關 Elin,你今天應該不會像昨天一樣 煮焦了嗎 大家的早餐看起來挺不錯 不過記得我們這個回合的重點 是要符合鄭樂丹的麻煩要求 這邊就出名,快手的 Colly姐的包包很厲害 還有烘底,我最喜歡吃烘底 私人加一分給你 謝謝 其實豆芽是甚麼 很漂亮,Elin 你這個一雪前恥 很厲害 其實我也是昨天問我的問題 其實你真的不要再燒東西吃 救命 牛扒,火燭 你不燒東西吃,其他東西都很正常 是嗎 是 我剛才稱讚完它 你有甚麼要扔掉它 轉頭,它就打了一隻殼 不是,有甚麼要扔掉它 對了,Peggy這組會否就衰在 Elin這隻蛋上呢 又說有進步的 那些甚麼?鎮品嗎 有蛋嗎?這個公司花文字 你記得嗎 我不記得 完全一樣都記不到了 記到了 這個是腸粉,怎麼了 有蛋嗎?公司三文字 我覺得有 真的有嗎 是 這個可以了 蛋真的有 Celia,你這麼好記性 別再在奶奶面前裝謙虛 一向快人一步的這一組 今天繼續白揮水盡 說得這麼快,五份早餐 已經全部煮好了 你看他們的態度,輕鬆吧 媽媽,媽媽,你們這麼快走 你們永遠都這麼快走 你看看我們在那裡有否漏東西 乖女 乖 媽媽 送了出來的菜 就像潑了出來的水一樣 當然不是 你乖就去看看有否漏東西 我過去吃了,媽媽 不過很厲害 你們還有六分鐘 就已經完成了五個早餐 厲害 五份早餐是否有四個 你覺得呢… 五份早餐,即是你還欠一個 三個女兒再加我們 兩夫妻就五個了 對 但會否再生 應該不會 乖 他經常都是這樣說 應該不會在這裡住 他突然說… 他住,他是乖 大家分成尾音有一點不同 他真的很生得,我告訴你 你無緣無故說真話 真話怕甚麼說 不如這樣吧 挑戰一下三番隊的足球隊 時間只剩下兩分鐘 Celia和Conny已經在吃花生 看其他做表演 Elaine,你的腸粉 快手吧,記得要加上醬 好,看看阿姨這一組 為了令火力集中一點 連桌布擋風這招也出來了 你要先拚掉它 十幾秒 媽媽,用麻醬之前要搖一搖它 難怪知道,全部都是油 媽媽,通常人們會這樣搖均勻 再下鑑 夠了,夠了… 完成了 大家都已經煮好一頓做餐 那酸女正正就準備開餐了 看看是否合適 阿姨組的作品 阿正好像說要小甜醬 Celia組的賣相看起來挺好 太陽彈指挺漂亮 Elaine組的擺盤好像有點心思 不過最重要是讓阿正檢查 有否下錯誤 辛苦了媽媽和媽媽 不過,正正想吃的東西 大家是否真的記得 我們先看阿姨這一組 很明顯這裡沒有牛油方巴 而且公司三文治人家不要菜 所以多了菜 結果有兩個做錯了 所以現在答對的是三題 也很厲害 好,接著到Elaine和Peggy這一組 媽媽,別人要多麻醬 好像麻醬不夠多 很多麻醬 變成水而已 人家要很多,這個要扣一分 而且公司三文治多了菜 正正吃多點菜 所以沒辦法 比賽來說,還是錯了兩題 所以還是三分 最快手的Celia和Conny媽媽 厲害,你們是適合的 而且很明顯這個麻醬是多套 方姐,大家不知道要多麻醬 所以這是100分 第四回合的主組餐挑戰 Celia組繼續憑著快、肯準、取勝 也是唯一一組五份早餐的項目 全部適合的 拿到最高分 而阿姨和Elaine組的 是各自錯兩題 所以暫時是同分 不要緊,還有得追 好,自己升降臺 好了 好 現在請收銀的嘉賓出場了 首先有Celia的丈夫 Conny的兒子 歡迎你,阿芳,你好 阿芳有些屋巴的感覺 對,金正恩 屋巴?今天吃甚麼 我在說屋巴南韓那邊 對,快點 會少一點涉裂北韓那邊 你好,阿芳,歡迎你 是否比較少做幕前的事 沒做過 沒做過 今天這麼緊張嗎 很緊張 沒想過要出鏡 因為一開始問我需要他 如果要我去,我們就不要玩了 接著我們有請第二位嘉賓 Elaine的老公 Peggy的兒子,Oscar 你好… 你好 歡迎… 現在這樣看 會覺得跟Peggy有點像樣 是嗎?一樣嗎 對,其實很像 她戴了假髮 是一模一樣的 以前我的支持者 試過拿學生證 化了女人妝,原來是我的媽媽 其實也很像 Elaine有甚麼打氣水話 我想跟老公說 原來可以的 可以的,是嗎 這是前輩 我看到Peggy很開心 因為她有一個目光 只要在兒子上 看愛… 最後要邀請阿姨的老公 以及Amy姐的兒子 有Andy,歡迎你 你好… 能夠跟媽媽和老婆同關的感覺 有否覺得很神奇 整件事很夢幻 對,很開心 對,謝謝大家 她這句有一點感謝 真的感謝你們的感覺 謝謝你們 不如說說為何今天願意出鏡 出鏡,我想應該也習慣吧 不是很習慣 因為我剛好在父親住 反正也要上班出來 看媽媽和老婆和我媽媽 對,只是被迫 你背了這對白髮嗎 我媽媽也來,我沒有人不理 所以昨天也很想跟她們一起睡 因為我很多年沒有跟媽媽睡 你們多久 我不是,有試過打媽媽的 其實我十多歲也會跟媽媽睡 因為那時候是屋小 我很久沒有跟她睡 最重要是她們很開心 我看到媽媽很成功 或者是老婆也成功 我認識了很多新朋友 心態上沒有甚麼比賽 我覺得是友誼,挺開心的 她們自己溝通 她們不會知道我們溝通 我每次都是最後才知道的 但贏了會有甚麼獎品 沒有… 導演也沒有說過有獎品 你的家事常識題 如果三位家庭成員 答案一致,當然會有分 只但答錯題了 每錯一題 男士吃完媽媽和老婆煮的 其中一份早餐 坐得多、吃得多 要餵藥的,早點跟我們工作人員說吧 好,第一題,全場必答題 請寫出你自己 和另外兩位在場的家庭成員的生肖 對了 要三位的答案都吻合 我們才會為之為對,好嗎 糟了,我忘了 Ciria是甚麼生肖 Ciria,你是甚麼生肖 我怎麼會這樣打開口牌的 奶奶 大哥,這些是開口牌的嗎 怎麼搞的?我怎麼不知道 最像那樣… 甚麼是最像那樣?甚麼意思 阿楓也很狡猾 你倆母子,這樣明白 好,來了 我先對阿姨的 老婆是熟肚 奶奶是熟雞 媽媽是熟雞 自己是熟的,好 Amy姐是… 兒子是熟的 自己是熟的 然後阿姨是熟肚 你熟肚,老公是熟的 奶奶是熟的 適合了,厲害 但希望大家下一題的字 可以寫大一點 厲害,這一組先拿一份 不用吃早餐了 還是Andy,其實你想吃的 其實有些想吃的 有些想吃的,不要緊 下一題可以試試坐 好,然後Peggy、Oscar和Elaine 先做了 Elaine… 做甚麼?很厲害 Peggy,筷子這麼大 你的字這麼小 不用那麼節省 我隱約看到 Oscar有兩個生肖 是否即是窄界那種 我不知道 她是介紹新力和舊力 新力就是雞 對 舊力就是猴,所以她… 要選一選 你自己說吧 猴 那Elaine呢 套 熟套,你自己就是熟 豬 豬的,好 我沒有懷疑過自己的生肖 自己的,那一定是對的 你也知道 如果這題也錯,就結束了 幸好最後Elaine和Peggy是答對的 Oscar,你不用懷疑自己的身世了 而Celia原來是熟虎的 剛才有封形容 好,Colly姐當然是成功答中 這一題三組都有分 第二題與老公無關 因為這題是問媳婦的 請寫下 奶奶最不喜歡你做的行為 不喜歡是甚麼 沒有,奶奶覺得我是完美的 坦白說,我剛才看到Peggy偷笑 我想不到 真的沒有,會否寫沒有 我不知道,總之你們心有靈犀 大家一起合得來就行了 有自信 誰都打開口牌 是嗎?寫… 其實我也想不到 我也覺得自己是完美的 對,好像是完美的 感覺到他夾在中間的老公 我也在看他們 硬要寫甚麼出來 對,我也在看 硬要寫甚麼 我媽媽跟你們在問我 究竟寫甚麼好 扔吧 沒有,真的要寫,快點吧 Amy姐,快點吧 30秒,不寫當我輸 我覺得Oscar好像很緊張地寫 我看了我旁邊 雙手合實 我看了他有字,嚇死我 是嗎 待會告訴你 好 令對方不滿的壞習慣 一定有甚麼都有 不過大家是否怕太多 不敢寫出來 還是太小,不夠位置 老公們一看他的樣子 就知道這些時候 大家都是選擇不出聲 以斯利亞寫得很快 看來平時溝通習慣 我覺得可能是不洗手夜睡 你這樣大包圍嗎?你玩了 你現在回答了,大哥 他不喜歡我 即是平時夜睡 又喜歡吃高卡路里的食物 我覺得這個比較爆炒 包在旁邊的 是嗎 是 但因為我昨天很夜睡 然後他看我為何這麼夜睡 你選吧,真的 最後5秒 5、4、3、2、1 選一個 夜睡 好,他最不喜歡你夜睡 那我們就看看Conny的答案 是否一樣 是夜睡 很厲害 很難 真的嗎 有料… 真厲害 他人這麼大方、得體 然後他又會保護著我 他應該不會說甚麼 而且我跟他睡 然後他很早就衝上床 然後我就在這裡弄來弄去 我猜他會覺得我平時很夜睡 接著我們就… 不如先看看Elaine那位,好嗎 這個真的想到 要在這幾年歷史中想的 唯一一樣 Peggy是否這樣想 不,Peggy你自己讀出來 因為看不到這個字 失魂 我只是聽她的老公說 放我上桌 她自己覺得而已 別裝作 其實我不覺得Peggy是不了解Elaine 你叫她說一件她不喜歡的事 她真的說不到 那就隨便作 所以我覺得這題真是非戰之敘 沒辦法 因為兩個寫的東西不一致 所以就沒有分 但我記得Oscar說 在揭開答案之前說,這個呢 我看錯了字,嚇死我 待會告訴你 好 我看了旁邊 我看了那個波子 甚麼 你老公看到那個波子 男人也是波子 看完就不是那個波子 因為有時候想甚麼就看甚麼 對,他的滿腦子都是這些思想 告訴你 哪一部分是波子 原來是波子 你甚麼人想甚麼 我打算是D波 我剛才想這麼瘋狂 D波很瘋狂 D波也瘋狂狂 不如看看我媽媽有否D波 你怎樣看 很聰明 你真是大媽,這男人很厲害 我但你… 你說吧,這男人應該早點出來 好,Amy姐,先看看你的答案 Amy姐 她不會寫 那個波子 很厲害 蓋皮 沒有幫她蓋皮 有個皮字,其實我剛才說 大家想到皮是很厲害的 對 所以又有分,要給分 這個真的很厲害… 平日4時多 就會感覺到有一個人 在我們的腳邊蓋皮 就是我媽媽 我感覺到床上床 我以為有甚麼恐龍上來 我奶奶爬上來後… 你說奶奶是恐龍? 我別說恐龍 我覺得有一個很優雅的女士爬上去 優雅的女士爬上去床上去 幫你蓋皮 真的會醒醒 真的會醒醒 醒醒後再睡覺 不是人人都可以的 你怎麼可以 現在因為你們那組答錯了 所以你要吃完整碟的B餐 B餐就是煎霜蛋 現在吃了嗎 現在吃了 吃完還是甚麼 吃完 哪有那麼多時間 不會了,我們大可以等的 你剛才很餓的 對,你剛才說很想吃的 很可憐 怎麼慘,你煎那隻蛋 因為你煎得很可憐 你煎人是誰做的 甚麼 很好吃 我…這邊… 有些雞味上來 冷了,那股雞酥味 應該是酒地雞,酒地雞蛋 酒地雞蛋 為了我浪費大家時間,繼續吧 你小心蛋汁 你煎得很可憐 第三題的問題就是問奶奶 請問媳婦最喜歡吃的東西是甚麼 我吃甚麼 我吃不沒麥 去奶奶那邊拿 沒問題,現在可以拿 因為她還沒寫到 想不到… 不如我們首先邀請Amy姐的製作者 因為她們是最快寫好的 我想看看她們是否真的這麼合適 Amy姐,你覺得她是喜歡吃… 白筍… 白灼 對不起,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白灼雞批… 雞腿 白灼雞批 是我壞… 白灼雞腿肉 究竟你最喜歡吃的是甚麼 西蘭蝦 大多數炒完西蘭花 她們會再吃飯 西蘭花還剩下半盤 我就走出來吃 然後包底的西蘭花 Celia組海鮮、咕嚕肉 Ylink組車仔麵、麻辣雞煲 完全錯了,不用多說 既然你們這麼不了解對方的飲食習慣 三文字馬上奉上 來,老公們 媽媽跟老婆煮極愛心早餐 不是不接近吧 阿楓大膽 Oscar,是愛的,來吃吧 來到第四題 雖然你們在吃東西 但你們也要想一想 因為是問你們的 你的媽媽平時是怎樣稱呼你的太太 Annie寫得更大 媽媽反高潮 平時她也沒這樣喊過 她是否真的熱鬧 她是否很肚餓 大佬 以你觀察她們的相處是怎樣的 我覺得我媽媽跟老婆都相似 又經常笑 你未必知道笑點在哪裡 她也會笑 有一點不像 就是我媽媽很喜歡記錄一些東西 整個拍照 預備,1、2、3 拍到2000張照片 可能在一碟菜 她倆的性格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我媽媽也是說的 但我老婆是一個心思熟女人 她們兩個身處其實很過癮 甚麼都說 甚麼都說,不放在心裡 如果你說共通點 她們也很喜歡煮飯 每天要在家裡吃飯 這麼少? 會散熱的東西 放多一點 誰說?這個吧 不放,再加 跟媽媽一樣,很少會這麼傳統 傳統也好,那也是 所以不是這麼特別的,娶她 對 但人們有沒有覺得 伯母跟你老婆這麼相似 有些人通常會選另一半是相似人 沒甚麼朋友見過媽媽 但反而你心裡會覺得 原來也相似 對…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更多ViuTV的觸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